不知不觉间,C罗转回油温图斯已经好几个月了 没有了C罗的西甲联赛,想必梅西十分寂寞 作为一个好的球员不是怕发挥不好,而是怕没有对手促进你进步 C罗和梅西就是这样子的对手 不仅仅是球迷感觉怪,当事人也觉得不是很习惯 近日C罗接受了意大利媒体的采访,首次谈到自己一生之敌梅西 首先C罗感觉十分高兴,就像谈到老朋友一样,有很多想说的话 他十分希望梅西以后也能来意大利联赛踢球 如果梅西在巴赛很开心的话,也尊重他的选择 C罗还夸奖梅西非常领袖气质,是一位伟大的球员 想必很多梅西的球迷听到这句话后鼻子一酸 C罗很少夸奖其他球员,但夸奖梅西时,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用词 此外C罗认为自己非常享受和梅西的对决 一直认为梅西是个伟大的对手 优秀的球员都希望遇上比自己更优秀的球员来激励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不过当初C罗的离开令梅西十分惊讶 尽管没有多言,但是眼神中透露出了对C罗的不舍和他离开后的失落 同样他在媒体上称赞了C罗 这样的对手值得尊敬,实在令人感到钦佩